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腿花江 在我身边是一盘这个多肉吸带腐 对于这个多肉吸带腐的样子 怎么来样子呢 有位朋友我可能对它的这个生活吸引还不太了解 导致的不是这个静干腐烂 就是这个浇水过多而导致烂给的现象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从这个光照方面来说 现在夏季运营到了 这个吸带腐巴它不吸这个墙光 你其他阶段呢 给它接受这个全光照 这个阶段你必须得给它适当转移 你要关于的薄色 它这个整个这个叶皮 它这个失去光照 影响它的美观 你带着这个吸带腐用什么图上呢 你必须用这个疏通图系的这个负责图 你要是用这个斑截的链图 或者这个其他图是来代替 是不行的 这个浇水方面呢 吸带腐是不吸大飞的 你要是关于的脚这个大飞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腐烂的现象 这个静干也容易这个腐烂的现象 你平常脚水掌握这个静干物实 你要是这个沸图不是黑干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这个皮烈盆核 给它往这个沸图上 跟标面给它沸超时就可以 这个施费方面呢 下级高温气垫 它这个正常的生长温度 28度左右 现在已经这个温度超过35度多 你整个气垫吧 尽量的给它控制施费 只要给它施费的话 你要给它报费气势 你要管由的弄费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受到费害 好了 关于吸带腐的养殖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再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